紫膚雕創作者 林祖均 透過這個幽靈的觀察和專業的腳踏 將變幻武器的紫廠 變幻出生動的電影人物以及美麗的風景 紫膚雕頭 趕快來看看 紫膚雕是真特別的技術創作 除了要有負責的基礎 對各種紫的在籍的將額也要非常失去 再透過 捲折 刮柔 頂不一樣的基礎 才能體現紫膚雕的立體散到美感 紫膚雕是以抓雕創作基礎的一種形式 創作者林淑珍對生活美感體驗 創作出非常生動的恐怖作品 紫膚雕包含非常多的層面 全立體雕 還有這個叫半立體雕 所以它叫浮雕 一半是立體 一半是平面 那它困難的地方是 它會有一部分會看到那個 因為我要做的比較高 如果說你做的比較不要那麼高的話 你就看不到後面那個 我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它會看到後面那一部分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個面 一個面可以呈現出比較美的方式 林淑珍創作很多人物紫膚雕 要很準聽衡人物表情跟三條動感 都是很大的挑戰 譬如說我做人物好了 比較難的地方是那個眼神 譬如說喜怒哀樂這樣 然後它的皺褶怎麼去讓這個花 譬如說花好了 怎麼去讓它呈現出現在黃花枫苓木那一種 類似那一種圓錐形的花 這個紫章很好運用 非常好運用 不管你怎麼去捏它 怎麼去塑形它 它都是一個非常 可以隨心所欲就對了 你甚至可以加點水 讓它更柔和 林淑珍的紫膚雕印象店 和觀眾家透過新的藝術創作形態 發覺生活中很多美好事物和感動經驗 對現在去在中華藝術館店出到四月十四 民眾可以利用時間好好欣賞 大中華新聞 章文青中華 彩虹報道